同样是电视剧从韩剧《花药男子》带到《城市猎人》 可以说李敏昊的作品总是能掀起一股一股的热潮 也让它成为了近年来最具人气的潮流偶像之一 昨天李敏昊又一次来到上海出席宣传活动 这位大帅跟德基录制了《快乐大本营》之后 再次接受了湖南卫视的全国独家电视专访 来看一下 李敏昊的帅气绝对是最打动女粉丝的武器 不管是在广告拍摄的现场 还是在电视剧《城市猎人》里 帅就是李敏昊最大的特点 这样的大帅哥当然要透露一下自己的半帅心得 首先我觉得一个是那个运气吧 比如说《城市猎人》的那个主角的话 他的伤比较多 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很真实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李云成这个角色 而且在平时生活当中的话 我觉得真诚的带人 比较给人的印象比较好一点 李敏昊因为花药男子而被粉丝记在心里 又因为城市猎人更上一层楼 成为韩国娱乐圈又一位偶像天王 不过李敏昊并不希望只是做偶像 今天可能我参与的作品比较那种偶像剧比较多一点 所以可能大家会认为是偶像派 我也很感谢有这种抬头在我身上 所以希望下次有更好的作品什么的话 我也不建议是偶像或者是还是其他的演员什么的 今年李敏昊凭借城市猎人鸿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先前曾有媒体报道 这部电视剧将会拍摄续集 不过李敏昊否认了这个说法 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 因为这个是您第一次问到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很难回答 李敏昊虽然身处韩国 但是对于中国娱乐圈应该不是很陌生 那么他最希望和哪位中国艺人合作呢 李敏昊很帅气也显得很亲和 他也有不少可爱的时候 当志愿请他为湖南卫视的观众 录制新年祝福时 看到大串的中文 他立刻一板一眼地练习起来 雷文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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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泠的中文 互负倩 太多是 对 sar